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粉丝首会肖战角色24节企图 角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同样,粉随郑主 肖战的粉丝与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 创造力惊人 最近在网上无意间发现了一组肖战粉丝画的肖战角色24节企图 每一幅图都是肖战的角色情景 仿佛里面都有一个独立的故事 我只想说,小飞侠,你们太优秀了 24,于水北堂默染,魏无羡,石影,另外一个是堂三吗? 春夜喜雨 堂,杜甫 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前入夜,润雾细无声 也静云聚黑,江传火独明 小看红诗处,花仲锦官城 23,惊哲这个是临修衙骂 燕雨,春雷响,万物长 观田家 谈为应物 微语重会心,一雷惊哲史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丁壮聚在也,长谱亦就礼 龟来景长宴,饮渡溪见水 鸡渠不自苦,高则且未喜 苍领悟夙处,摇曳游未矣 方残不耕者,鹿石出履礼 22,春风 青,圆梅 春风如贵客,一道便繁华 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21,清明故意也,罪爷也罪令人心疼的野子歌 清明 堂,度目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桐摇指姓花村 20,古语唐三与北唐默染的语中相见 见二十地唱荷花自曼星舞首其一 宋,黄平间 落续游思三月后,风吹雨洗衣成花 未知东郭清明酒,和四西窗古语茶 19,立夏初夏和唐抓清亭的魏无县 唐三,后面站的是北唐默染吗 早下游平全回 唐白居易 下早日出长,南风草木香 鲸鱼颇平稳,渐露甚清凉 紫绝行看彩,青梅悬摘长 辽姬间解渴,易冷云江 18,小满看来又是一个勤劳的小凡了 元,无成月令七十二后几节 小满,四月中 小满者,物置于此小的盈满 17,盲中我们可爱的兔子上线了 十语 宋,陆游 十语即盲众,四野皆插秧 家家卖饭美,处处灵歌长 老我成舵农,永日赴竹床 摔发短不至,爱此一语凉 亭木及其声,驾腾发幽香 应医师不去,劝我持一伤 及今性无事,即海间浓丧 也老顾不穷,积攘歌于堂 16,夏至腹黑的王爷与仙气飘飘的石影仙观 夏至必属北池 堂,为应物 咒鬼以云集,削露自此长 为及施正交,所忧便炎凉 宫门日多霞,事月浓烧芒 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 亭武西群雾,独游爱方堂 门壁阴祭祭,成高树苍苍 绿云上寒粉,圆河使散方 鱼烟洒繁暴,可以对华商 15,小鼠这吃瓜子是谁 夏日难停怀心大 堂,梦浩然 山光呼吸落,迟月见东上 散发成西凉,开轩卧闲场 和风送香气,逐鹿低清响 欲取名秦坛,恨无知音赏 赶此怀故人,终骁劳梦想 14,大鼠两个白衣少年的相见 永念四气师大鼠六月中 唐,圆枕 大鼠三秋静,临终九夏宜 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 孤果妖如刻,孤朴长墨时 将沙魂卷上,惊使带风吹 13,丽秋自认为最会讲笑话的故未来了 秋夕 唐,度目 银竹秋光冷化平,青罗小扇扑流营 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千牛之女星 12,除鼠买耳朵的外卖不搁来了 除鼠后风雨 圆愁远 疾风趋即雨,残鼠扫除空 殷石炎良太,都来请客中 纸窗闲有戏,完善笑无功 而独秋生父,令人意醉翁 11,白鹿这应该是故一生吧 月夜亦舍地 唐,杜甫 树谷断人行,边秋一燕生 鹿从今夜白,月是故相名 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既书长不达,旷乃未修兵 10,秋分这三大萌娃你们是谁 点降纯 宋,谢意 金气秋分,风轻露冷秋七半 凉蝉光满 柜子飘香远 宿炼宽衣,仙杖明飞观 九,寒露这个是菜丁吗 永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 唐朝,圆枕 寒露京秋晚,朝看菊剑黄 千家风扫夜,万里燕随阳 画蛤杯群鸟,收甜味枣霜 阴之松百至,东下色苍苍 8,双将一切以大庆未在的阎兵云 永念四气诗,双将九月中 唐朝,圆枕 风卷晴霜尽,空天万里霜 也柴仙纪月,仙局玉重阳 秋色悲书目,红明亦故乡 谁知一尊九,能使百秋王 7,立东你们俩个导弹鬼,不要惊扰时影神官 立东 宋朝,陆文归 汉酒和当雨,秋深渐入冬 黄花独带路,红叶以随风 鞭丝吹寒角,村歌香晚春 离门日高卧,摔懒愧无功 6,小雪这是故医生和外卖小哥吗 小雪 唐代书伦 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海啃诗凌鸾 仇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 5,大雪宜陵老祖未无限 江雪柳宗园 千山鸟飞绝,万静人宗灭 孤舟梭利翁,独吊寒江雪 4,冬至这真是一家欢乐好光阴 小智 唐杜甫 天时事相摧,东阳春来 4,刺绣五文天若现,吹家六管栋飞灰 暗戎带辣江枢柳,一冲寒玉放梅 云雾布书香国义,娇且副掌中碑 3,小晗 唤西沙 宋书胆 宴外青楼已尽烟 小晗游自薄盛眠 画桥红日下秋千 唯有尊前方亦在 应需审醉倒花钱 绿窗还是五更天 2,大寒 大寒路由 寒雪未消,庇护不能出,可连切云关 举此容稀释 无车势已悬,无玉酒罢斥,浮竹曲边,相对折中 王界多奇,学道当智,信能踪雀,百端可处 未躺勿修,会见足律 颓灵虽已破,如有美智 1,历春阳光的菜丁与努力的外卖小哥相遇了,疫情肯定结束了,春天来了 永柳 唐代贺之章 碧玉庄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涛 不知戏业谁才出,2月春风四剪刀 以上图上均来自一名叫门门好成绩的博主,如果侵权,请联系删除 小编每次看到小飞侠的创作都会很感动,这么好的图应当配上最美的中国诗词,特意发时间整理出来,对肖战每一个角色的尊重与喜爱都表现在这一幅幅图中,还是那句话,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让我们和肖战一起变成更加优秀的自己,一起破界,跨界,闯世界 感谢!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